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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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通常我们用夸视的话 有两个很神奇的功效 第一个可以增加文章当中的幽默感跟趣味性 第二个可以凸显事物的特征 其实简单的说 夸视就是要让人家 语不惊人 死不休 就是让你说出来的话 可以达到让人家吓一跳的效果 像童话故事当中 大家蛮熟悉的故事 黑板上的这三个 第一个是西游记 其实讲到西游记 小朋友会想到什么 当然是西游记当中最厉害的 齐天大圣孙悟空 那孙悟空最让小朋友喜欢的 就是因为他怎么样 法力无边 可以七十二边 而且翻一个金斗就十万八千里远 真的是太厉害了 那第二个 格列佛游记 这个格列佛第一次出海的时候 不小心就漂流到了小人国 那小人国里的人 每一个大概都只有这样子 二十公分高而已 所以光是格列佛的手掌上 就可以有五六个小朋友在上面跳舞 那第二次出航的时候 他又漂流到了 这一次到了巨人国 结果变成他怎么样 是小小的 然后呢 这个巨人国里的人 每个都非常的高大 用这个大拇指呢 跟食指 这样子就可以把它捏得高高的 好 然后呢 第三个 捷克与磨豆 大家都知道啦 捷克呢 跟人家换了五颗磨豆 这个磨豆呢 居然呢 可以在一个晚上呢 就从地底上怎么样 发芽 然后掌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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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到天上去 而且呢 捷克还可以沿着这个豆精怎么样 爬到天空上去 哇捷克这真是太神奇了 像这三个 小朋友为什么对这些童话故事呢 都非常的印象深刻 就是因为这些故事里面 都用了夸试 有没有 描写事物时 故意的夸张铺饰 超过客观的事实 以引人注意的一种修辞方法 好小朋友 那现在呢 让老师来为大家介绍 夸试的写作方法 其实呢 我们夸试呢 有分成两种 第一种呢 是夸大法 那夸大法就是 把所要描写事物的特性 利用想象力把它放大再放大 那另外一个呢 跟它相反 叫做缩小法 也就是呢 把所要描写的事物的特性 利用想象力把它缩小再缩小 比如说呢 老师来这边举例 我们呢 如果用夸大法的话 例如 哥哥的视力很好 那你呢 要描述哥哥视力好 好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造 哥哥的视力很好 连20公尺以外的蚂蚁 都看得到 哇 那表示真的怎么样 视力真的是超好的 第二个 嗯 嗯